日常說哪方有三個小時 我是去年的7月份左右,然后在王老师这边报名。 然后那个时间呢,因为我工作得比达高的,所以我没有时间过来,要教师上课,我就在网络上面,然后看这个视频,教学的视频。 然后一直看这个书呢,大概就看了一半左右的时间,但是我有其他的比赛活动要参加,所以说我就停了。 然后停下来的那段几个月,然后到了年底,我就是想说,抓紧时间把这个书给看完,然后我又接着,然后就往下看,所以说那段时间我就把整个书看完了。 但可能前面的就是内容不是那么清晰,后面的那段时间呢,我就有王老师这边到教室里面去再上几堂课,因为我觉得在教室里面可能听得比较能够focus,能够集中注意力。 然后我在Christmas之前,我就试着考一次,然后那个时间我只是把书考完了,然后考呢,没有考过,是60%,因为70%是几个嘛,你就不pass了,我没有考过。 然后那段时间呢,因为又过节啊什么的,然后我就没有再去看书,等到今年的时候呢,呃,我就是,因为老师这小时候你要去做那一本考题本嘛,然后我今年年初开始才开始看那套考题,那我一开始呢,几个月,我是看了前三套考题,ABC,三套卷子。 嗯,看完了三套之后呢,呃,那段时间,我就说,哦,想去赶紧考一下吧,我就去了,然后吃了之后呢,我还是没有考过,但是比上次好一点,呃,成绩高一些。 嗯,那段时间,然后我就因为特别忙,呃,因为好工作,然后后来呢,我就把他说,我就想说,啊,看之前很多人都在考嘛,都考过了,我就想说,我要把我工作的资料,然后要focus来,我考过了, 嗯,所以说我就把工作资料,我就专门就是在家里,那直上,上,上个月月底,啊,然后呢,这个月呢,我就,嗯,努力在家里,把后面的三套模拟题也给做了,啊,都做完了之后呢,他网上呢,老师他有那个模拟的考题,就是,也是类似那个,啊,白笔书上面那个题,然后我都有,就是说,就是,所有的题都看完之后呢,我再去做那套考题,就是,也是类似那个,啊,白笔书上面那个题,然后我都有,就是说,就是,所有的题都看完之后呢,我再去做那套考题,就是,也是类似那个,啊,白笔书上面那个题, 看我的那个得的分数,那基本上都是在85%,90%,这样的情况,啊,所以我看两遍,嗯,对,还有的,可能后面几个章节的话,我看了三遍,啊,这样子,然后呢,全部都弄好了之后,我上周,我上周,周四的时候我就去考了,然后考了就, 我,那对我来讲,因为我考了三次,那,在一开始考的时候,我,见到那些题,我就觉得很陌生,而且我考试时间完全都不够,嗯,我就觉得很,就是,看起来就很慌张,那,等到第二次考的时候呢,我,我,因为我的朋友,好多的,我有去问他们,说,哎,是不是两套机会,基本上,蛮紧,蛮像的呀,就是,会有一些项目的考题,他们讲说,如果你,早点考的话,可能会有项目的考题,但是,很不幸,我第二次考, 考的时候呢,没有相同的考题,所以说,呃,再加上呢,我的,题呢,做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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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遍,而且呢,只做了三套题,所以说,对这个支持,还是没有完全的了解,呃,等第三次我去考的时候,其实,呃,你之前错的题,它是会再出现的,所以之前错的题呢,你不是,你不是要怎么说,但是就是说,你当时在考试的时候,你如果要是,呃,拿不准的题,你要记下来, 你要回来去看,你要去看,然后把这个题,你弄不懂,然后呢,找不到答案,正确的答案,那么有可能在你下次的时候,这些题都会出现,然后再一个呢,就是,考那个白皮书里面的题呢,它会出现,然后大概呢,我觉得是10%左右吧,就是一模一样这种的,那剩下的话呢,就是,问法不一样,或者是题目呢,你看起来,哦,很复杂,很长,但是那个,他的那个,ansom,abcd,这个选项呢,其实, 这个书本上的,题的那个选项呢,大途小语,都是差不多的,